Hello 我是中投老师TV老师 今天老师要带给你老师2019年给大家的 自然拼读到底有些什么规则 也希望同学们有个耐心 我们一次性的把它教完 首先我们先来讲自然拼读中 我们又讲到Cosinan 什么是Cosinan呢 它也就是我们称的指音或者是辅音 那老师现在一概用国际版的说法 所以指音就是辅音 母音就是原音 所以国际版的说法也就是辅音跟原音的说法 同学们先记一下 好 首先来先讲第一个Cosinan Cosinan也就是我们称的辅音 辅音有两种 一种叫轻辅音 Voiceless consonant 第二种叫左辅音 Voiced consonant 然后在辅音之中 我们通常来看到辅音的组合 当两个辅音组合起来时 我们称它叫diagraph 三个辅音组合起时 我们叫做trigraph 那当然我们也称两个字母合在一起 或三个字母叠在一起时 它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国际音标识 就称diagraph或trigraph的一个形式 那trigraph也就是三合 diagraph也就是二合 所以我们先把Cosinan 也就是辅音的先拿掉 再来就讲到原因了 原因也就是我们称的Voel Voel就我们刚才用这个diagraph 以及trigraph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当一个原因字母 SingleVoel单一的原因在拼写中 拼读中 我们通常会得到一个sureVoel 也就是短缘音 sureVoel也就是短缘音 好那我们把sure的拿掉 那通常有的时候 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会用一个diagraph的形式 或者我们称pair把它两个组合在一起 这时候有可能会形成长缘音 也就是我们讲的longval 所以我们把pair也拿掉 我们把diagraph也拿掉 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 好像我们讲第一个字母是缘音 第二个是辅音 最后一个是e 也就是我们讲的val space e val space e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讲的原辅1 原辅1通常我们的原因 还是会念longval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longval长缘音是怎么来的 然后先讲这个trigraph trigraph在不 我们讲每次发音 比较不容易在缘音出现 因为trigraph这个通常 我们就讲是一个三个 叠在一起的形式 那先记得一下 刚刚讲的原因 两个叠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会发出 longval长缘音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出双缘音 双缘音跟长缘音有点像 不过双缘音叫做dipson 那音式发音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tripson 也就是三缘音的形式 那当然每次发音 是没有这样子的规则 指南拼图中 你只能特别的去记忆 三缘音的一个发音形式 再来我们如果是 缘音跟辅音的组合 我们通常缘辅音 或者我们讲辅音 在我们的base word base word就是我们讲的根音节 base word之中 如果它是缘辅音 辅音做结尾的时候 我们通常称它叫closed syllable 关闭音节 短缘音 而如果是缘音做结尾的时候 也来说AEIOU 或者我们讲Y做结尾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称它就是open syllable 也就是开放音节 因此通常我们看到结尾是个E的时候 要小心点 到底这个E有没有发音 再来我们就讲的这个是variant了 那有的时候我们讲的两个原因组合在一起 但是它不去发出基本的AEIOU的短缘音 也就是 也不发出AEIOU的长缘音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称 国际音标中叫它叫variant vowel 也就是我们讲的破音形态 跟我们中文中讲的破音字很像 再来刚刚讲到那个破音字 那所以我们知道 有的声词两个辅音组合在一起 例如说MB的时候 B是不发音的 所以这个时候 在拼读中我们只发M的M 那B的B是不发音 或者我们讲说有些原音合起来的组合 它发出我们的variant vowel破音形态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side word就进来了 side word就叫隐形字 或者我们讲说隐子字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概念就是说 这个在自然拼读中 成它叫做破音形态 也就是国际音标中的破音形态 这个字同学们需要单独记忆 那在老师最近做的这一千多卷 公众的一些影片 指导同学们在基础base word 运音架构下 怎么去学自然拼读 当然我们最近也学过了 复数形态的s 他有轻声的s以及拙音的z的发音 所以我们有s yes有e字的发音 yes有e字的发音 或者我们讲yes有的时候 我们发s或z这样子的一个发音 那同学们都要特别小音 还有我们讲的ed过去式 怎么去判断ed的t以及d 或者e的三种发音 那希望同学们如果不会的话 跟随老师的那一千多卷影片 我们去把过去式以及复数形 深深的加强练习 好我们先一开始讲过 子兰拼读在base word 也就是在根音节的所有的规则 老师刚刚在面板上 全部给大家讲了一下 那是基础课程 那再来就回到 我们怎么去做一个拼读的技巧 那我们知道 子兰拼读是离不开funny 也就是我们讲的音速 音速非常重要 老师要讲三遍 音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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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人他不会念音速 也就是他不了解 音速跟国际音标 其实在发音的时候 有稍微有一点不同 不是完全一样 我们在音速的读音法 跟国际音标 有点小小的不同 那老师现在开始 我们把第一个 左边最左边的字组 我们称叫做首音的音速列表 中间的字组 我们称叫做合音的音速列表 尾音的 我们就写在最后面 那我们的组合 跟刚刚老师讲的一样 音语的组合音 不管是辅音组合 原音组合 那通常只会有一个 两个或三个的组合 超过三个就不可能 所以你不要去幻想 那这个时候 那同学们注意一下 我们讲的首音字组 来跟着老师来一起来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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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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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 C H C C L C C R C C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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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DW D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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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L M N P PH PHR PL PR QU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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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W WH WH WR R Y Y Z Z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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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R R R E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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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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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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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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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O 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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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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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OI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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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OI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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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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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